追攻诺沃罗西斯科时 也没有放过他南边的小城 古阿锦县 德军集中了十个师的兵力 进攻小城 试图以轮番攻击占领他 但每次进攻都被击退 苏军战暴中 充满了高加索保卫者 英勇顽强的事迹 他们用苏维埃人的智慧和勇气 堵住每一个关口 德军困顿于奸城之下 无论是从高原山口 还是从诺沃罗西斯科和土阿进穴 都无法进入外高加索地区 在高加索的每一个村庄 苏军士兵都受到兄弟般的接待 在这里 并肩战斗的有俄罗斯人 高加索人 白俄罗斯人和格鲁吉亚人 战前 苏联的各个少数民族 与俄罗斯人的关系 并不十分融洽 特别是外高加索人 与俄罗斯人之间 总有接地 而在卫国战争的战斗中 各民族间结成了兄弟情谊 苏军依托大高加索山脉和黑海沿岸的城市据点 阻止德军进入外高加索的格鲁吉亚和阿塞拜家 但北高加索的油田 没有天欠阻隔 难以守聚 麦克鲁油田 距黑海不远 位于土挖近泻东北方向 年产原油250万吨 是一个中等油田 它落到了德军手中 但油田已经被石油工人自焚 油井在燃烧 油库被点燃 钻井被炸毁 德军A集团军群 在燃料紧张的情况下 仍在继续推进 试图夺取北高加索最大的格罗兹尼油田 但被苏联部队击退 这时 高加索方面军司令员丘利耶夫大将赶到该城 他要求每个会使用枪的人都拿起武器 格罗兹尼油田 太诱惑德国人了 10月底 德军的攻势拐了一个弯 坦克部队突破苏军防线 威胁格罗兹尼油田的门户 奥尔中尼启泽士 经过一个星期的拼死抵抗 11月5日 德军在奥尔中尼启泽被阻挡住了 第二天 苏军迫使德军转入防御 奥尔中尼启泽士成为一座贴打的堡垒 封锁着通往格罗兹尼油田和巴库油田的道路 1942年11月7日 在伟大的十月革命25周年之际 国防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在莫斯科发表讲话 他说 全国正面临严重的考验 但极其困难的局面已经过去 斯大林当时语焉不详 他还不能向公众宣布 苏军的大预备队正在卡尔默克草原上昼夜兼程 两个星期后 苏军将转入战略大反攻 战争转折的时刻不久就要到来了 11月11日 希特勒的部队在奥尔中尼启泽 再一次遭到沉重失败 德军突入格罗兹尼和巴库的尝试 在炮火硝烟中再次飘散 高加索战役 是与斯大林格勒战役密不可分的 苏军在这里的战斗 借牵制着斯大林格勒的德军 也有力地支援着斯大林格勒的苏军 但说到底 高加索苏军的胜负与否 是由斯大林格勒大会战这个大局所决定的 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坚持 为最高统帅部实施天王神计划 赢得了宝贵集结预备队的时间 11月19日 随着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反攻 伟大的魏国战争 和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 进入一个新的决定性的转折阶段 1943年的年初 苏军在从列宁格勒到黑海的漫长战线上 展开了大规模反攻 其中 战略上最重要的地段 就是高加索一线 高加索经历了一场噩梦 噩梦醒来 分布在大高加索山脉的乡村和城市 盛装迎接解放者的到来 游击队在重山郡岭间战斗了一个秋天 现在他们从山里下来迎接解放 其中 有的人家是全家人一起上山战斗的 现在又一同返回家园 游击队放下手中的枪 再次成为驰骋山野的牧民 再次拿起锤子和工具 成为大高加索山脉的普通劳动者 纳粹在高加索的沿东 以所谓欧洲新秩序的名义 屠杀老人 妇女和儿童 在集体屠杀时 为节省尸体坑的空间 纳粹命令每个被屠杀者脱去外衣 所有人都默默地脱掉外衣 有一个小女孩 用清脆的声音问她的妈妈 这么冷的天 他们干嘛让咱们脱衣服 敌战区同胞们的命运 驱使苏军快马加鞭 去消灭法西斯强盗 在一个半月内 苏军解放了整个北高加索地区 在刚刚获得解放的地区 苏军士兵和亲人们重逢 重逢只能是短暂的 他们随即又告别了亲人 踏上两年漫长的争论 而对有的人来说 这是一次永别 1943年2月17日 苏军山地部队 从厄尔布鲁斯山峰上 爬掉纳粹的旗帜 升起苏联国旗 在这个早春时节 在高加索最高峰上 飘扬的国旗 象征着北高加索的解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种子泼洒在刚刚获得新生的土地上 为了这片土地来之不易的安宁 苏军还要消灭盘居在北高加索的最后一股德军 他们被称为塔曼集团 塔曼集团拥有十六个师 共二十万人 塔曼集团在亚素海和黑海之间建立起一道坚固的防线 即蓝色防线 这道防线的主要支撑点 是已经被德军占领的诺沃罗西斯克城 当年2月 为了夺回诺沃罗西斯克 黑海舰队的水兵和苏军第十八集团军的部队 横渡切尔米斯湾 在诺沃罗西斯克城西南部一个半岛上登陆 登陆部队英勇作战 为苏军歼灭塔曼集团建立了一个桥头堡 他就是德国人眼皮底下被称为小弟 小弟的面积不过三十平方公里 遭到德军一刻不停的炮击和航空兵袭击 而能不能守住小弟 高加索方面军指挥部并没有把握 苏军士兵坚守着小弟 成功地把增援部队送上岸 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主任伯列日涅夫 向苏军士兵号召说 这里虽然很小 但这是我们的土地 我们苏联的土地 他浸满我们的血汗 我们绝不能把这块土地交给敌人 让我们把这块小弟 变为埋葬法西斯分子的坟墓吧 4月17日 习特勒制定海王星计划开始实施 进贡初期 德军出动了大批飞机轰炸 企图把小弟的保卫者赶到大海里去 小弟的下方就是德军阵地 通往小弟的海上通道 成为威胁千百名苏军后巡官兵 和小弟保卫者生命的道路 苏军想方设法要把补给运上登陆场 使这块狭小的苏军桥头堡 屹立在德军背后 德军俯冲轰炸机 每天轰炸30平方公里的小弟 达60多次 一天接着一天 共出动了1000多架次 大王 大王 共滅 大王 arab 有 十 德军对这块小地 投入四个师的兵力 慢炮骑鸿 随后 坦克和步兵发起进步 攻入长生的苏军处境很危险 但小地